这是我在中国从未见过的农业装备 这名外国美女在玉米地里 展示了一下背后的装备 她竟然是个煤气罐 这种装备在国内可不常见 难道要用煤气罐打冥药 这是什么操作 这其实是美国一种古老而传统的物理除草方式 首先它会对着草坤火 这个火焰的温度高达2000度 能促使杂草周围空气中水分蒸发 杂草中细胞也会坏死 另外这种制草 土壤中的昆虫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庄稼的生存环境就会比较轻松 为什么全世界农场都会被这些杂草伤筋动 其实杂草和地里的庄稼一样 也需要阳光水分和养分 它和我们种的庄稼混在一起 容易抢夺庄稼的生存条件 所以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种植产业 都会考虑把它们除之而后患 千百年来的除草方式可以说千奇百怪 最无脑的方式肯定是用手拔 这种方式可以说非常传统 也非常的累人 有的人可能拔半天手就握不起来 还有用大镰刀割草的 或者用除草机 这两种方式基本上不会在农业方面广泛应用 因为这样做 草根本拔不干净 但在中国最为普遍的还是喷洒除草剂 这种产品大部分中国人几乎都认识 因为我们也会经常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 某某喝了白草哭 一不小心离开了人世 所以农药都是极其危险的 中国每年要消耗50万吨除草剂左右 这种东西非常普及 造成的影响自然也不小 这是让人非常难以理解的画面 这些农用车装载着火焰 向地里喷洒过去 而不是我们常见的喷洒农药 没错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都会用这种非常古老而原始的方法除草 由于美国劳动力非常贵 所以任何产业搞机械化和自动化 都是非常普遍的事 此外 酷爱有机农业的美国人认为 这种除草方式非常有机 没有农药和除草剂的残留和污染 好奇的我们可以发现 这种除草的场面通常非常的壮观 但这并不是故意搞成这样的 主要是这种机器一般一排 还会有16个喷火口 储气罐也是相当的大 能干的活也多 效率自然也高 通常两天就能完成除草和播种 当然这种单人使用的除草装备 并不是没有用土之地 有些小山坡 大型机器上不去的地方 这种装备就会特别好用 虽然它外形长得像煤气罐 里面装的可是有机器体 污染量相对来说比较小 在日本这种山区比较多的地方 就显得特别实用 当然使用这种东西 要防止山火 美国这种大规模使用这种方法的国家 也只是普遍在平原使用 所以要在国家政策允许下使用 这种毫不起眼的 用板车破轮子改造的喷火战车 在小农场极其普遍 外形看上去虽是非常简易 但它具有五个喷火口 运作的时候看不见明火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 很多大型机械也看不见明火 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 还是能看见火苗的 只是这种装置墓地是防止烧到庄稼的根系 更好的聚集热量 所以给火焰做了挡板 此外 玉米这种庄稼 播种下去长出来之后 还是会进行第二次除草的 难道这样做不怕烧坏庄稼吗 当然会的 不管是打除草剂还是用火烧 都免不了叶面枯黄 特别是除草剂用量大了 也会焦黄 当然 据目前网友所说 刀根火中焚烧接杆后 自己的地反而肥落 第二年收成不错 到底是传统物理方式除草好 还是现代除草剂效果更佳 对于这个观点 中西方差距可以说非常大 现在国内专家都鼓励使用除草剂 他们中的大部分会认为 这种焚烧的行为 会破坏土壤的结构性 但部分网友认为 除草剂破坏更大 会造成土地污染等环境问题 你们觉得呢